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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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那個波幅這麼大的嘛 沒錯 首先講恆姿 我們做ELCO一定要做統計的 其實ELCO是什麼呢 就是統計更加設計程式的經驗 去做一些決定去交易的 例如恆姿過往15年 12月如果超過2000電波一波 其實試過一次的 就是在2007年的12月 2007年12月 大家記得2008年發生什麼事嗎 糟了 9月就是雷曼了 雷曼爆波了 其實在雷曼爆破之前 已經開始急跌了 已經由3萬2000點跌到2萬點 就是那個過程中間來的 因為12月我們覺得背後有一個原因 如果他這麼急要沽貨是很不合理的 是 正常12月的人會放假的 或者12月想頂住市 那些基金經理可以分錢的 但是連12月都不想頂住市 都不做vintualization的話 這麼急沽貨的話 通常一月會大跌的 是 是的 12月都跌得這麼急的時候 一月又跌得更厲害 尤其是美股 你以為這段時間 你留意到那個波幅是特別闊的 神經病 神經病 好像很瘋的 道指之前 一向有200點的波幅 現在走進去到500點的 可能蓋上去300多點 可以跌下去 可以阻填300多點 很明顯有些人在做事 我猜是在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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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